同嘲兄弟恩怨情愁, 弟弟的子女插的哥哥就按住他, 不如再给他执几权, 这个可能是他女朋友拖住他, 这里大家可能在网络看得到, 这个场景大家都知道, 这不合在元朗发生, 我这里在说一个很残酷的现实, 兄弟本应在我们人类的世界要相亲相爱, 我们人是有感情的, 是不是,打死不离亲兄弟, 但不要忘记一样的, 兄弟人类是毒物来的, 你看看一个穿茶屋里面, 生了三粒蛋就好处想死, 第一粒首先呼出之后, 他做些什么, 将其余那两粒未呼化的, 再跌到下面, 毒霸之源, 或者就算一起差不多出世都打, 差个之源, 到一个差得多的时候大只, 把另外那只放去走, 但这是动物来的, 所以差生家的旁边差不到, 一定要同巢才差到, 西洪基, 生兄弟打到, 打三打四, 李嘉诚两兄弟, 不知道他现在未打到, 摆击倒, 但如果他走他之后, 他们两个打不打呢, 不知道, 有很多很多的例子, 即是说,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, 当我们是记住, 我们所谓由姓女中华人, 所谓叫做, 兄友弟公, 这个绝对差成压, 在一个人类社会里面, 譬如说, 富慈子孝, 兄友弟公, 但是呢, 不要忘记得, 这些是我们后天, 社会, 人类社会是制造出来的观点, 千万不要忘记, 我们是动物来的, 动物有动物的本性, 这个本性呢, 不是后天的所有的东西可以完全清除, 或者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清除, 是不是看到, 你看这个, 他和尚对这个是大佬有半的, 你看, 插到这篇, 那篇子, 是不是, 一般来说, 你的狗都不行, 所以, 这个真的很悲哀, 这个, 从巢的兄弟, 从巢, 既然有一, 有恩, 亦都有缘的, 他好像说他, 说他, 怎样唱衰他的女朋友, 女朋友, 第一, 听得过你和你一起大的阿光, 你又搞错了, 你又搞错了一次, 有些人呢, 好疼我, 小的大佬, 但是有些人呢, 女朋友很明显, 是重要过阿光, 对不对, 第二呢, 亦都有情, 但是呢, 亦都有仇, 这个呢, 要掌握一下, 你想要呢, 做人, 掌握你身边的事物的话, 你千万别只知道一件, 评论, 不要只知道, 周常说, 那些同巢, 一脚踢我内巢, 同时呢, 我对他们的兄弟, 就很愁,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, 或者, 我读书玩了, 啊, 轻友递功, 就算呢, 那些兄弟呢, 如何插我呢, 就让你插了, 那你就傻了, 知道吗, 你去掌握两个那个, 两样的因素, 然后呢, 就某一件事, 而灵活地去思考, 去处理, 那你就可能不败之地, 否则的话呢, 你搞错呀, 那些兄弟呢, 到时呢, 被他骗到, 那样, 或者害到一间木下, 大把啦, 大把啦, 是不是呀, 所以呢, 这个我突然拿出来看一看。